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鱼缸里放一些甲鸡兰 有一定消毒的作用 用方海绵来擦一擦鱼缸 方形的擦鱼缸边角比较给力 鱼缸擦完了 来讨论一下斗鱼缸换水换多少适合 个人认为 斗鱼换水全部换掉得好 当然 前提是换温度相同养好的水 并且是小鱼缸养斗鱼的情况下 来说说小斗鱼饲养缸需要全缸换水的理由 通常斗鱼饲养缸是没有过滤的 水容量也是很小的 在这种条件下 如果按常规的三分之一的换水量来换水 换和不换区别不大 三分之一的换水量不足以改变鱼缸水质 假如不全换掉 剩余脏水里面若有影响于健康的微生物 就会极快的繁殖生长起来 无限循环 无法跟出 以上只是个人的看法 未必完全正确 请兴讨 两个小鱼缸都换过水了 很有效果吧 两个小鱼的植物是活电据的 假放 一大小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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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